水星在本命盘的影响力 在占星术中,水星掌管一个人的智力、交流和神经系统。 如果它处于有力位置,那么所有这些方面都将是积极的,正面表达的,没有问题。 此外,这颗行星对商业、贸易非常有利,因此,得势的这颗行星,也经常在商人的星盘中,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。 今天,我就特别聊一下,这颗行星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? 在女人本命盘如果有一颗配置良好的水星,则代表着相当优秀的品质,即使是逆行,也为它的发展创造了有力条件。 拥有良好的水星影响力的女人,是一个非凡而有天赋的人。 而具体的天赋取决于水星位于哪个星座? 此外,水星的表现也与它所在的宫位有关。 通过研究本命盘中行星的位置,您可以了解很多关于女性的性格、能力和才能的信息。 水星的良好位置会赋予它敏锐而好奇的头脑,足智多谋,理性形式的能力。 总是能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中,找到最有利于它的方面。 如果这颗行星,在星盘,中处于有利的宫位和星座。 而且它所在的环境是男女平等的,那么它将很容易能获取专业人士的职称。 迅速攀登职业阶梯,获得高位或以其他方式充分地发挥它的潜力。 这样的女人们总是努力地争取新的职业高度。 如果这些女性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好,并且是时候做出改变了,她们就会大胆地改变生活中的一切。 水星的优势使得她们能够适应最困难的情况。 良好水星配置的拥有者拥有发达的智力,她们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兴趣。 努力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,对一切形成自己的看法,而不是人云亦云。 这些女士深信,每个女性都需要接受优质的教育。 她们也认为,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,真正的自由是不可能的。 因此,她们往往也不会仅局限于一门高等教育。 女性本命盘中的墙水星,表明她的智力潜能很高。 这些人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习,毫不费力地吸收教育材料。 她们准备好活到老学到老,这一点都不奇怪,而且也会显得比同龄人要年轻。 她们很难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,所以一有机会她们就去旅行。 那么,如果一个女性本命星盘中水星处于弱势的情况,会是怎样呢? 这样的女性代表缺乏灵活的头脑和良好的记忆力,而且这些不利的影响,可能会通过语言和拼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。 她们学习新的知识会感觉很困难,而付诸实践就更难了。 不利的水星位置也可代表过度的紧张,以及整个神经系统的问题。 那么水星逆行又预示了什么呢? 占星家们以各自不同的理解力,去解读一个人本命盘中逆行的行星。 然而,如果将它们归类为弱势的或有缺陷的,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。 本命盘中的水星、火星和金星逆行,可能表明一个人具有出色的能力。 女人本命星盘中的水星逆行,将赋予这个女人发达的直觉和内在本能。 这使她能够看到事物的真实状态,而且几乎很少犯错。 这样的女士是先天的分析师,她们完美地利用信息进行操作,其他人很难愚弄她们。 然而,她们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反应不够快,最恰当的想法虽然会浮现在她们的脑海中,但是一般出现的都比较晚。 所以了解这个特点的人就会明白,她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。 水星逆行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,让这个人可以用笔更容易表达出她的想法。 这是因为在写作过程中,有更多的时间,进行反思,和采取最最准确的措辞。 逆行的水星经常出现在著名作家的本命盘中,也一点都不奇怪。 更确切地说,水逆应该被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,需要更加关注。 这意味着一个人应该多读书,参加多元化的人文交流,并多去参观有趣的地方。 下一集,我将具体谈一下,水星位于不同的星座所具备的天赋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,请一键三连哦! 马字不容易,您的鼓励和支持就是我写作的动力。